来 回陛下 佟将军 卧病在床 不便前来接驾 什么 佟征病了 佟将军灵力修为高强 早已百病不轻 怎会抱恙在床 启禀陛下 您有所不知 佟将军屡败屡战 却连丢六座城池 内心一直自责不已 急火攻心 引发旧伤 导致灵力紊乱 正在府内休息 已有数日 既然如此 那我便见见佟将军吧 请忙 你负责协助昆布 接待刚从玄墓山 回来的将士们 是 陛下 你带我去见童征 是 陛下 请随我来 陛下 佟将军 你报名在身 不必够离 陛下 臣无用 竟然打不过宣阳御臣 害我们连丢六座城池 臣罪该万死 难辞其咎 将军你何处此言 胜败乃兵家常事 当初将军率军攻入宣阳 联下三城 击杀宣阳辉 此乃战功卓著 我怎能以你此时的实力 而怪罪于你呢 童征叩刑陛下 童将军 听说你急火攻心 因为忧心悬目 我能理解 不过 怎会上到如此地步 我玄母王族 善于医术 我的医术也还是可以的 让我来为你诊断一下吧 陛下 臣岂能让陛下如此厚安 无妨 无需多言了 废不了我多大力气 不应该是 灵力的确是伤势严重 灵力紊乱 估计是你体内的火灵力太过浓郁 火灵力善于进攻 但并不善于养伤 延长寿命 还有一种原因 情绪波动过大 也会造成你的走火注目 急火攻心 不过 现在既然我来了 昆仆和兴芒也都在协助我 你安心养伤便是 多谢陛下谅解 臣一定赶紧把伤养好 上阵杀敌 红将军 你不必想太多了 你现在这种情况 只有静心养伤 才是唯一的良药 是 陛下 那我先走了 你有什么需要 尽管跟我说便是 供送陛下 幸亏我早有准备 你昊许的医术 也不过如此吗 辅元朕是铁锅金城 固若金汤 父王 儿臣愿打头阵 领军攻城 九弟且慢 此次昊许兴师动政 送的带兵过来 定然不会龟缩城中 只要他们出城应战 便失去了地力的保护 我们只要在外面布下阵势 以医待劳即可 嗯 欲臣说得有道理啊 姬怡 你还是年轻气盛 以后多向你大哥学学 是 父王 报 陛下 陛下 领鸟斥后来报 昊许和昆布带领两万新兵 和玄墓王族高手 已经到达复原 知道了 大战将至 急 于臣 儿臣在 此次大战 作为宣扬的王 我希望你们能够奋勇杀敌 可作为你们的父亲 我希望你们能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剪机行事 至少给我全身而退 父王 儿臣领命 儿臣遵命 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说吧 怕生什么事了 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我必须要回玄墓山 什么时候 最迟明天 这么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昊许那边传信过来 为了古武士气打赢宣扬 已经御驾亲征 增援复原 现在恐怕已经到达战场了 昊许御驾亲征 那我大哥呢 他是进是退 你的父亲知道浩许一家亲征 就带着吉仪和海雄增援裕臣 现在两军对垒 大战恐怕一触即发 我父王也亲自出马了 糟了 之前是将对将 现在是王对王 难道两族 要在府园决一死战吗 智云 我们该怎么办 我要先去府园看一下情况 不过看着你父王跟浩许 还没有决一死战的意思 所以你也不用太过焦虑了 能不能不打仗 那那就没有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如果玄墓想要和的话 就必须要割地 如果宣扬想要和的话 就必须要让出之前的分地 这在两军打仗之前 是谁都不可能有的结果 就算是你父王和浩许同意 文武大臣们也不会同意 陛下请看 宣扬中军在这个位置 据府园大概三十里 左右各有两支小谷部队 负责保护侧义 位置经常变动 现在敌我军力对比如何 单纯从人数上来看 我们占优势 从将士的战斗力和士气上来说 也是我们更强 何况咱们背靠府园 由整个玄墓座支援 而宣扬王毕竟是远道而来 兵马劳顿 末将认为 应该趁他们刚刚来到此地 主动出击 最有可能获胜 照你的说法 他们刚来到府园城外时 就是最好的突击事件 你们为何不战 我曾提议出战 但是被佟将军制止 他认为 咱们玄墓屡战屡败 士气低迷 不宜主动出击 而是因为佟将军 身体出了岔子 我们也不敢 擅自做主战 但是陛下来到了府园 我们这些将士 就有了主心股 我至此来 并不是为了击退悬崖 而是为了夺回那六座城池 父王生前留下的这些土地 绝对不能在我手上 断送给其他人 况且 我已经传信给赤羽了 他不久就会过来协助我们 越早出击 就越出其不意 请您下令吧 好 昆布 行忙 末将在 现在 命你们连夜整军 明日卿尘 兵分两路 突袭宣扬营定 李 我要走了 你和丽阳回到凌云去 千万不要再上战场了 嗯